他本是高高在上的3S顶级狼王 却求取了一只软猛可爱的矮脚猫 只因他在一次雪山探险中 对这只矮脚猫一见钟情 那年季廷宇意气风发地出现在贺卓面前 连绵万里的矮矮雪山上 我们一个身着近装御马奔腾 在夕阳下猛威江声 扯得马蹄前阳 你是哪家的少爷啊 这里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确实很容易迷失方向 在高科技的东西也不如一匹师徒的马 随后季廷宇朝贺卓伸出了手 上来吧 我送你去山下的服务区 抓紧啊 被跌下去可别怪我 随后便带上贺卓骑马下了山 短暂的相处让两人彼此互生好感 可惜季廷宇接到任务走得匆忙 贺卓只来得及送他一条纪念品摊位上买来的石头手面 季廷宇这一走完全断了联系 两年的煎熬和等待 贺卓以为他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初恋小猫 但上天待他不保 季家生意变故 季廷宇回国 贺卓立即上门求亲 并承诺替季家解决一切难题 他满心欢喜地以为两人会有幸福的婚姻 却没想到 那天竟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新婚夜 贺卓高兴地抓住季廷宇的手 两年了 我终于娶到了你 紧接着贺卓将对方搂进怀里 可下一秒他就被一个过肩摔按在地上 一把枪直抵他的额头 贺卓本以为他们心意相通 没想到季廷宇会有这么大反应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他看着如惊弓之鸟般浑身颤抖的小猫 贺卓冷下脸起身离开 恶心我就直说 没必要把自己逼成这样 自以为被老婆厌恶 同居三年他冷淡到极点 那时的贺卓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用最痛苦的方式 失去最爱的人 结婚三年两人相敬如宾 见面次数趋之可数 而贺卓那无数个燥热难消的一感气都无人安抚 只能靠疯狂打拳来发泄 对婚姻的责任约束着他没有外出密室 但代价是他再没给过季廷宇好脸 张口冷嘲热服 闭嘴阴阳怪气 甚至把生意场上逢场作戏的少爷小姐 带到他面前视为奚落 然而尽管如此 却还是没有等到小猫服软 反而得到季廷宇要去叙斯特出任务的消息 出发前 季廷宇鼓起勇气问贺卓 要摸一摸我的耳朵吗 贺卓以为小猫愿意服软了 却还是傲娇地表示 等小猫出完任务回来再说 贺卓为此沾沾自喜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心里盘塞着季廷宇回来的日子 应该正好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 他们可以坐游轮环游市集 再准备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小猫一定会喜欢 可没想到自己等来的却是小猫的死讯 贺卓一身身黑西装 从人满为患的大厅穿过 大哥把小雨的尸体给我吧 他既然嫁给我 就应该葬在我家 给我滚出去 装满水的茶壶随着季廷兰的怒喝 从灵堂里砸出 直直冲向贺卓的脑袋 烟红血流瞬间涌出涓涓而下 既听兰怒不可恶 小雨都死了 你还不肯放过他吗 大哥 小雨在这儿 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你让我看一眼就好 你还知道小雨在这儿 他就那么睡着 你还要带人硬闯领袍 连最后的安息都不愿意试舍给他是吗 贺卓一阵 轰动的眼神落到那口孤零零的薄关上 梁九他放下手中的白玫瑰 紧接着后退半步重重下跪 俯身恭恭敬敬的朝那口目观磕了个头 大哥 我求你 让我看一眼 众目睽睽之下 长枪短炮之前 位高权重的贺家主放下所有尊严 既听兰惊骇的正主 显然也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个地步 一时间面色铁青 而贺卓望着空中一个虚无的焦度 静等十分钟依旧无果后 冰冷而带着压迫感的声音响起 您是小雨的哥哥 我尊重您 不想对您动 小雨说我脾气太薄 这样不好 做事要讲究先礼后兵 礼我给了 您不收 我只能逼您收 既听兰知道再也拦不住 梁搜搜开口 既然贺总执意要看 那就看吧 多谢 贺卓起身 先抬手示意身后的助理 请各位记者去外厅休息 我不希望有人打扰小雨的亲近 你们也出去 他下跪时都没想过秉退记者 开关前却知道帮既听兰惹清除外人 既听兰只觉可笑 三年不闻不问冷暴力 等我弟弟死了又来装申情 贺总何必惺惺作态 贺卓不至于此 等众人退场后走到棺材前 双手扶关 身后助理立刻上来帮忙 别碰 他声音低沉 却带着一股绝对的镇压力度 我自己来 他不假任何人之手 小心翼翼推动棺木 然而棺盖打开的那一刻 贺卓却震愣当场 人哪 棺材里面空空如也 他经得瞳孔咒缩 可震愣之后又生出一股 连自己都不敢信的袭击 小雨不在这儿 他没死是不是 贺卓走过去钻住纪听兰衣领 小雨在哪 你把他藏在哪了 你们是不是在联合起来骗我 纪听兰冷笑着看着他 原来你也会心疼吗 贺卓推开纪听兰 一拳砸在空关上 我问你话 纪听兰被你藏到哪去了 他死了 人呢 尸体呢 没有 贺卓错愕一米 你说什么 纪听兰直视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没有尸体 小雨是被烧死的 贺卓直接僵住 骨 骨头呢 连块骨头都没留下吗 纪听兰赤笑 骨头 人的骨头轻易烧不化 但是会疼 疼得受不了 就会变回原形 你知道他的本体有多小 巴掌大一只短腿小猫 浑身毛茸茸 一把大火过去 骨头渣子都不省 我找了很久 只找到这个 纪听兰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锦盒 不等贺卓反应直接打开 里面是一小团焦黑的粘稠物 掺着两团枯黄的猫毛 只一眼贺卓的心脏就骤然紧缩 猴头像是被塞了一块石头似的梗中 万念俱灰 纪听兰被火烧死 他那么怕火 只见被烫个炮都受不了 却要变回小猫被活活烧死 他那时候又该也多疼 贺卓根本不敢细想 甚至回忆起这段荒唐的婚姻 才发现他给纪听兰的就只有苦涩 贺卓艰难开口 小雨是怎么 他在叙斯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收到的去叙斯特采访的委派信是假的 记者部根本就没派人过去 有人把他骗到那里 拿走了他的装备和通讯工具 战争爆发地在一所小学附近 他为了救那些孩子 死在了火场里 贺卓面色阴沉的害人 是谁 还没查到 只知道他的队伍里出了奸细 纪听兰说到这又恨毒的看向他 说起来 小雨的死 贺总不是也推不住兰了吗 他嫁给你三年 你就欺负了他三年 把外面的人带回来给他看就算了 还要邀请一帮舞女少爷来家里开party 他受不了了才接下那次任务 犹如被当头一棒砸开了脑袋 贺卓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他是被我逼走的 贺卓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眉心不敢置信地紧紧拧着 我只是 只是故意说给他听 想刺激他一下 让他对我服个人 别再对我这么冷冰冰 纪听兰要气炸 故意说给他听 刺激他 小雨和你结婚前精神状态就已经很不好了 医生说他的抑郁症严重地随时都有可能自杀 你非要把他娶回去 就是为了刺激他虐待他 你还是人吗 贺卓被打倒在地 浑身僵硬地转过头 你说什么 小雨他 他有 而纪听兰的表情比他还惊讶 你不知道 他在你身边三女 你不知道他生病 贺卓表情通芒面色惨开 纪听兰突然想到什么 心脏陡然悬到嗓子眼 他的耳朵被炸弹炸伤 一直都若听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贺卓咬头 腿上的就急呢 他不能久站不能着凉 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贺卓还是咬头 对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他若听 还总是在他不回话时奚落他 不仅不知道他有抑郁症 还故意刺激他冷落他 把他活活逼走 逼到战场上 是我把他害死的 贺卓痴笑一声 绝望至极地低下头 可我是他的丈夫 本应爱护他 陪伴他 尊重他 却连他病成这样都没发现 还要把他从一座地狱 拉到另一座地狱 亲手送上绝路 贺卓想起这三年少的 可怜的点点滴滴 想起季听于每次外出工作 时故作潇洒地和他挥手告别 贺卓那时天真的以为 两人总会有下次重重的计划 一切就等到下次再说 下次再见面 他就考季听于最喜欢的 粒子蛋糕给他 向他诉说自己的真心 告诉他我一直都很喜欢 就是忍不住赌气 但他们没有下次了 再也没有了 他的小猫被那场大火烧化 烧成了焦黑的一小团 贺卓不知道那天 是怎么离开记家的 只记得自己从楼梯上 滚了下去昏迷 然后做了一场梦 梦到了季听于 但那是一场乱梦 因为他看到了季听于的死状 伤痕累累的 梦的躺在学校的残缘断壁上 手里攥着什么东西 说临终一言 季听于说 新婚那天晚上 我不是故意用枪指着你的 是我自己的问题 害怕碰到别人会把人害死 可我没机会再解释了 我撑不下去了 这辈子就这样吧 我都认了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不想再喜欢你了 我累了 我只想自己一个人 好好活出的人样来 汹涌的火蛇吞噬着他 季听于疼得撕心裂肺的嚎叫 滚作一团 他再也无法维持人性 只能变回小猫 把手里的东西含进嘴里 然后被新红吞没 变成焦黑的一顿 贺卓在最后一刻 看清了他紧紧钻着的东西 那是在雪山上出狱时 自己花25块钱 买给他的纪念品石头手链 梦醒之后 他打开装着 季听于尸体的锦盒 在那团焦黑的毛里 挖出了一小块被烧黑的石头 那一整夜 安和悲痛欲绝的痛哭 传遍了整座庄园 但季听于再也没机会知道 半年后 贺卓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他受的拖响 手臂有伤不爽 还断了一根手指 教练员和他确认 贺先生 您真的要一桩飞行吗 贺卓待了半赏麻木点头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一桩飞行这项极限运动的死亡率 高达30% 是名副其实的向天赌命 传说跳下悬崖时许下愿望 如果能平安落地 心愿就不会实现 如果一命无辜 则愿望就会成真 这是挑战者用命向上天换来的 贺卓自然知道这当不得真 但他已经走投无路 别误他法 只能把心愿交付给上天 老天爷 如果你听到我的愿望 就让我去死吧 把我的小猫还给我 2023年4月14日 新闻报道某地峡谷里 找到一具坠哑男尸 经地内鉴定缺席为 月前适送于跳伞事故的 贺氏集团继承人贺卓 时间的齿轮就此转动 2017年4月14日 在卧室大床上猛然惊醒了贺卓 已经目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整整十分钟 十分钟后 他浑身颤抖地抓过手机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时间 来不及开口 眼泪先一步决堤 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这时候我还没有和小雨相遇 一切都还来得及 小雨 这次我一定要救下你 回来了回来了 贺卓真的回到了过去 这时候他还没有和小雨相遇 一切都还来得及 贺卓让助理向他汇报 移成这一年半来发生的事情 方便他快速熟悉重生后的事件 他发现自己重生回来以后 前世那块小石头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而且前世的断职也完好如初 他的警示 但重来一次 他不再需要任何人提醒了 贺卓听着助理汇报商业伙伴的动向 以前助理说这些事 贺卓都没什么反应 但今天却破天晃地问了句 记家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 是做房地产的记家吗 您是问记家大少爷还是记老板 可贺卓却说 我问婷宇 记桌拳的小儿子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冰冷 可在亲密地念出那个名字时 却带着些浅犬的错觉 仿佛在称呼自己的爱人 助理觉得自己听错了 因为他跟了贺总三年 从没见他关心过哪个小妹 更何况是这样只喊对方的名字 他小心措辞 记小少爷常年不在国内 作风端正基本林飞闻 硬要说的话也有一件 还和您有点关系 前两天您父亲六十大寿 记小少爷打电话来贺寿 但贺寿的方式不怎么礼貌 气得老爷子大发雷霆 是吗 他电话里说什么了 老爷子没接到电话 是记小少爷留了言 他说 祝老爷子生日快乐早登极了 还说活到六十不容易 千万小心别死了 没想到贺卓竟然笑了一声 原来他以前也会凶人的 怎么没把贺士风直接气死 助理震惊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贺卓却已经侧过脸 目光恢复冷淡 帮我联系下老爷子的秘书 让他把录音发我邮箱里 随后助理又汇报了一小时后 董夫人要召开记者发布会的事情 声称您剽窃了他儿子的成果 3C搜索引擎 是他儿子设计开发的 贺卓想起前世确实有这么一处 而他迫于度假村计划答应 但就是这一念之差 却在之后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贺卓交代助理在发布会开始前十分钟叫他 并给他买一张去尼维尔的计票 按照前世的时间推算 季廷宇现在就在尼维尔战区 贺卓决定出国一段时间 交代助理在这段时间内不用工作 薪水照发无限期休假 他刚问的是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贺卓在助理走后回想一下 前世这个时候他还没和季廷宇相遇 不知道他从祝老爷子早登极乐 但贺卓可以肯定 这件事完全是贺世锋最有因果 贺世锋年轻时追求过季廷宇的母亲 被拒绝后死缠烂打 用了颇多登不上台面的手段 导致小宇的母亲名誉受损 一度无法留在国内 这次助寿估计就是季廷宇气不过 在为母亲报仇 贺卓收到季廷宇的录音后 试着想象小宇骂人时会是什么样的 脸上是什么表情 开口是什么语气 眼睛是眯起来的还是凶巴巴的瞪眼 他已经有一整年没听到过季廷宇的声音了 就像要故意惩罚他一般 结婚三年 季廷宇没在家里留下过哪怕一条声音一段影像 当他把属于季廷宇的那条短短的录音点开 拿起手机对准耳朵时 几乎紧张到停止了呼吸 然后一个似笑非笑的声音慢悠悠传出 喂 你好啊 我是季廷宇 小宇 我好想你 贺卓闭上眼 一滴眼泪从他毛子里划了出来 发布会开始前十分钟 助理依照吩咐来叫人 房间里却空空如也 而此时一门之隔的浴室内 贺卓急速滚动的侯杰仿佛在强行压抑着什么 季廷宇的录音通过蓝牙耳机不断传进他的耳朵 长久的思念蔓延 季廷宇也信十足的声音撩拨着贺卓的神经 助理不厌其烦地打来 直到最后一刻 贺卓猛地扯下耳机站在手里 压抑了五年的渴望和勇师所爱的痛苦一招爆发 他喉间一出一声沙哑至极的闷横 紧促的眉头终于舒展 他抬手接通电话 贺总 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知道了 贺卓的声音漠然而冰凉 这是他拿命换来的机会 不惜一切都要抓住 这一次他要给季廷宇最灿烂美满的一声 还要他从深到心丛里到外 每一寸皮肤每一块骨骼 都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 发布会上 贺世锋和董灵正在讲话 贺卓直接闯入 宣布自己将卸任贺氏集团总经理 一直并退出贺氏 自此以后 贺氏的兴衰荣辱都与他无关 离开前对贺氏风说 希望等我回来还能看到您健在 随后便前往尼威尔 向导说晚上可能会下雨加雪 这样的天气露宿在雪山简直就是找死 再加上背包又被偷了 老板 真的不能再走了 上帝来敲门了 向导夸张的比划 贺卓并不在意 他只想快点找到自己的小猫 天黑之前把我送到价格翻十倍 不想去的现在就下车 我原价给你们结款 几人犹豫一震还是继续赶路 终于在太阳彻底落山前 到了服务区补充食物和水 贺卓心里计算着 还要几天才能感到记者的基地 忽然不远处有人大喊了一声记住人 贺卓一震 心脏被一股大力钻住 这是前世纪婷宇的队员对他的称呼 他随着那人的视线望去 一瞬间日思夜响的人猛然撞入他眼前 穿着卡其色冲冻衣的纪婷宇 跨坐在体型庞大的摩托车上 半颠脸陷进昏暗 半颠脸被霞光扑满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小猫 重逢了重逢了 贺卓终于与心心念念的小猫重逢了 日思夜响的人猛然撞入他眼前 叫纪婷宇的人喊 咱们预算够吗 我看到店里居然有三文鱼 整一块吃 纪婷宇板着脸 头顶却钻出两只橘黄的毛绒耳朵 像嘴馋的小猫看到罐头一样左右动了动 有大腹吗 有 就是大腹那一块 那人知道这是默认的意思 高喊领导万岁欢呼着冲回酒馆 纪婷宇却毫无预兆地转过头 还没看够啊 声音带着浓浓的戒备 是对贺卓说的 可贺卓却根本张不开口回答 他不躲不避也不动作 任由两道视线赫然相撞 眼眶湿热地发烫 纪婷宇把他从头到脚打凉了一番 在他那双最能勾引人的眼睛上看了两秒 忽然转目微笑 嘿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少爷啊 只这一句 贺卓的眼泪瞬间跌落 他无声地落泪 他的小猫还是和以前一样 那一瞬间 贺卓耳边嗡鸣 仿佛时间暂停 他的眼中只沉得下纪婷宇的身影 纪婷宇疑惑地审视这个对着自己落泪的陌生了 你没事吧 贺卓还是没说话 直到走向纪婷宇 被冻结的时间再次流动起来 贺卓如获新生 不知为何 纪婷宇感觉自己的心也被揪了起来 隐隐有些酸痛 我让你想起什么人了吗 你看起来似乎很伤心 我在找我的爱人 他不见了吗 你可以把照片给我 我让人帮你留意 纪婷宇低头拿出手机 我想我已经找到他了 贺卓抓住他的手 湿透的眼底露出一股近乎疯狂的执着 纪婷宇愣在那里 他发誓如果是别人敢这么对他说 他一定把那人痛点一顿 可这个男人他下不去手 是眼睛的颜色原因吗 为什么他的眼睛看起来这么深情又悲伤 纪婷宇让自己冷静 这应该只是他搭讪的手段 不能被胡住 他伸出手指成一个V字 卡住面前男人的下巴 虽然你的眼睛确实很性感 但我一年被搭讪几十次 你是最老土的那个 可男人接下来的动作却出乎他的意料 贺卓微微歪过头 把自己的脸贴近了纪婷宇的掌心 他的眼眶湿得更加厉害 如果你喜欢我的眼睛 我可以让他一直看着你 这话说的也太犯规了 纪婷宇感觉到自己的心被抓了一下 你该放手了 打不过就退出 总不能真像猫一样扑上去 好在贺卓并不纠缠立刻松手 可是纪婷宇向下看向自己拿手机的左手 还有另一只人 该死了 我怎么这次就一点戒备都没有 竟然让他把两只手都抓住了 纪婷宇懒得再计较 转身准备离开 我被人偷了 贺卓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那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干了 在哪被偷的 纪婷宇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转身 进站口 一个男孩看我哀乐 好兴奋了我半根法规 等我上完厕所回来 他已经带着我的背包和所有装备消失了 哈哈那些是罐偷 专偷你这样外地来的飞样 纪婷宇笑得很张扬 东西是找不回来了 我会让人帮你留意 有没有人卖你的证件 纪婷宇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笔递给他 贺卓疑惑地嗡了一声 他嗓音即便只是念一个单字都像在勾人 纪婷宇无奈地捏了捏耳朵 把钱往前递 拿着呀 不是很久没吃东西了吗 刚得向导开了二十万支票的贺卓赶紧接过 啊对 谢谢纪主任 我现在穷困潦倒 纪婷宇像个叮当猫 又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塞给他 贺卓低头一看 居然是糖 是给我的奖励吗 他笑得像在逗小孩子 纪婷宇忍不住翻他一个白眼 给你保命了 下次再被偷 记着让人家把糖留给你 尼威尔的晚上很可怕 没有热量你就死定了 纪婷宇善良地让人心愿 贺卓正愣在那儿 一时忘了收下 不要就慌慌 贺卓立刻拨开一颗吃了 没说不要 然后拉开他的上衣口袋 把其余的放回去 剩下的留给你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不知道有多自然 纪婷宇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 仿佛他和眼前这个男人 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只是分开很久没再见 我们以前见过吗 贺卓只见一顿 帮他合上口袋的动作 像在抚平一道开裂的疤 贺卓终于再次见到自己的小猫 纪婷宇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 脱口而出问道 我们以前见过吗 贺卓一顿 没见过 另外你搭讪的方式 也不怎么心意 是吗 哈哈哈哈 纪婷宇假笑得毫无感情 他觉得对方身上的丧傲感 实在太重 看着就像刚死了老婆不久 心里烦躁得很 想把手里的烟吸了 可周围也没有能碾烟的地方 正当他四处张望时 就感觉两根微凉的手指 突然塑到自己手背上 那半根烟就转到了贺卓的手 他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烟 拇指和无名指向下 将火红的烟头直接错灭 毫不介意地把别人吸过的烟 拿在手里 我一会儿帮你扔了 纪婷宇没心一跳 他可不觉得 这个暗节烟地的归宿 会是垃圾桶 怕我拿你的烟去 做奇怪的事 纪婷宇震惊 这人莫不是有毒心术吧 随即无所谓的总监 你还能做什么奇怪的事 用沾了我口水的烟烟变灵了 可当他再次抬起头时 却被贺卓的眼神猛地震住 如同被强光定住的青蛙 瞬间将在那里 这绝对不是一个 搭讪者该有的眼神 他的眼神攻击性太强 让人想到大雪封天里 鸡肠碌碌的狼 纪婷宇面带警告的后退半步 却没想到贺卓居然紧跟上来 伸手想要抓住他 你在怕我 平静的语气却让人心脏溢沉 因为这是一种最直白 最原始的看向猎物 是在必得的隐身 他刚才一直是这样看我的吗 在我低头的时候 他又看了多久 纪婷宇心中默得窜起一步 迅速伸手到后腰握住枪 窄腰两侧崩起的肌肉 如同一只发怒的猎豹 贺卓像是才意识到自己的事态 抱歉我好像吓到你了 随即后退一步收回手 坠在心口的巨石终于落地 他刚才猝不及防地去抓纪婷宇 他都只是生气而不是惧怕 说明他现在还没有害怕被人触碰 一切灾难也都没有发生 真好 贺卓万幸地闭了下眼 再睁开时眼神就又变了 我只是怕你摔倒想拉住 攻击性和侵略欲消失的无影无踪 变得身世又无害 仿佛纪婷宇刚才从他眼中看到的 病态渴望都是眼的一样 这人到底还有几副面孔 拉住我 纪婷宇真心不守 一拳击出直冲他面门 贺卓站在原地不躲不省 连眼神都没有半分天影 直到鼻梁要被砸他的前一秒 拳头疏地转向他脸 拳风撩起他几根额发 纪婷宇一言未发转身走了 贺卓安静地目送他离开 等人影彻底消失 才把手里那半截香烟拿出来 骨节分明的手指在细长的烟身上 磨缩了一会儿 然后将他含进嘴里低头点 仿佛亲吻爱怨一样 纪婷宇进到酒馆时 孟凡已经把三文鱼切好皮 躺着哈拉子朝他招手 老大快来 我的口水都快把这里咽了 孟凡是安哥拉巨兔和锤尔兔的混血妮 体型瘦大毛量丰富的同时 又有两条毛肚多的大唇 在他说话时经常欢快地晃动起来 纪婷宇经过他时 在背后拽了下他的 救命 有鬼薅我 孟凡胆子比真见习 捂着自己的耳朵摇头晃脑左看右看 其他队员也忍不住手痒去捏他 行了 小心针给他薅脱了 纪婷宇出言阻止 并不知道他才是罪魁祸首的大兔子 红着眼睛感激态 老大 还是你对我好 纪婷宇出于愧疚 把自己的鱼分了一半 边上有人蹲下捡东西 纪婷宇想往里摸摸 可不等动作一只手 就隔着工装裤摸上了他的肚 这么翘的屁股 纪婷宇面无表情的偏过头 看到自己侧后方蹲着一只黄毛的棕狗 等级不低 纪婷宇向下扫了眼他的手 你吃好饭了吗 黄毛愣住 就在他正问的这一脑 眼前有黑影迅速闪脱 紧接着手腕传来一阵要命的巨头 我的手断了 黄毛疯狂大叫 惨了惨了 纪婷宇差点就被开油了 幸好就在对方差点得逞之际 纪婷宇把他的手腕折成一个扭曲的弧度 在骨头的咯咯声里冷声道 这么翘的屁股搭上一只手 不算亏吧 酒馆里众人大吃一惊 黄毛脸面丢尽 捂着胳膊狼狈的往外跑 有人低声问这位什么来头 这辈子没见过下手这么狠到妹子 知道内情的人则声音更小的回 记者不知道吧 这是那位领导 是记 对方半句话卡在喉咙里 没错 年仅25岁就升任驻联盟国记者部主任 驻外经验7年 多次深入九死一生的激烈战区 却能全身而退 绝对是个不好惹的 他不高兴或者太高兴 都可以把看不顺眼的雄性 安分走到跪地求老个大 可他现在大快躲一吃鱼的样子太可怕 好像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而此时门外50米处的车内 贺卓正贪恋地看向这里 原来和他结婚前的记评语是这样的 自信 强大 有领导的威慑 同时又兼具少年人的活泼与风眼 虽然粗辱的心 但非常有礼貌 断人手前还知道问人家吃没吃完饭 这哪像猫咪 明明是一只魅力无穷的小尸 可他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那股呆滞怯明 害怕别人触碰的样子 贺卓抬手抵在额上 窗外夜风扶过 摇起他的发丝 事业中突然闯入一个鬼鬼祟祟的身 一步三回头地溜进巷子打了个电话 紧跟着酒馆里就走出来几个身形魁梧的L 贺卓皱眉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下车跟了过去 在他走后 一辆凶悍的红色野马咆哮着时代 在酒馆门口紧急刹车 车上的人撑住车门纵身一跃而下 他身形高调 年龄不大 穿着一身怪异的藏蓝色气装 硬挺的长发随意披在肩膀 发间编着几根彩色 他叫沙莫青 本体鹰 是Alpha 季体雨捡回来的地 小队成员之一 少年进入酒馆后直奔季体雨 贴着他身边落座 季体雨给他倒了杯水 吃饭完了 少年嗡了一声 他似乎不太爱说话 双手捧着那杯水 沙莫青将水杯放下 拔出腰间的弯刀 是谁做的 我去杀了他 队员们哈哈大笑 小青还真是顾着老大 季体雨服额 你又来了 人我教训过 你不要每天把打打杀 杀挂在嘴边 您不喜欢 我不会再说 沙莫青紧你的嘴 生怕被他厌弃的样子 不光我不喜欢 你以后的Omega也不会喜欢 坐在对面的大兔子 孟凡文言有些许几张 沙莫青看着季体雨的眼睛 我不会有Omega 孟凡顿时失落的名解中 还顺便插起 季体雨盘子里的 胡萝卜红权也很一口 小兔崽子你又抽什么风 我心里酸得慌 我 我要把你的胡萝卜全吃了 你快吃 胡萝卜炒秦太狗都不吃 季体雨求之不得 忽然沙莫青一年扫过酒馆 哥哥这里不对劲 他对季体雨说 我看出来了 没到 我不敢带他们冒然走 季体雨感觉到 自己后颈给发烫 他用手指敲击桌面 告诉孟凡 别吃了 我们马上离开 同一时间的酒馆候选 贺卓已经跟随人影 来到一片卡车群 他们七八个人围成一圈 都是彪形大汉 确定吗 他真发情了 绝对是 他身上特别烫 刚才的黄毛拍着胸壶保证 好 今晚准备动手 抢他们的物资和装备 Elf杀了 我们一个带走 有人问那季体雨呢 要把他做掉吗 刀疤脸怒斥 做个屁 我要的就是他 别人可以不管 季体雨必须到手 小弟劝他 这样太冒险了大哥 季体雨那么难搞 可刀疤脸却邪笑 难搞 小野猫就该被剁了爪子 好好疼爱 我把他终身标记了 看他还拿什么跟我哼 在他们身后的贺卓 周身力气暴涨 双目渐渐变成赤红的狼桶 里面爆发出 毫不掩饰的杀意 像是要把那几人 全都撕碎 不单是因为 他们的谈话内容 还因为贺卓猛然响起 季体雨前世 曾在尼维尔战区 遭遇特大抢劫案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员 伤了耳朵和双脑 之后重伤难愈 不到三十岁 就拖垮了身体 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算算时间 就在今晚 贺卓强压心口 暴霸 英智的狼桶炉 钢钉一般定在那个 扬言要侮辱 寂体女的男人身上 他知道这人 多半是这伙匪徒的首领 擒贼先擒王 贺卓从卡车后 抖抽出一根撬滚 慢慢绕后 行至距离 我们前后包抄 脚下矛盾 贺卓像回弹的 工艺般退回车后 竟然还有伏击 贺卓当护花使者 暗中保护他的小猫咪 可正当他准备了结 想害纪廷羽的人时 却意外听到 他们安排了伏击 贺卓猛然退了回来 不知道伏击的人有多少 自己得尽量在这儿 把他们几个都拦下 但凡有一条 落网之鱼去通风暴行 纪廷羽的麻烦就大了 飙升的肾上腺素 让他觉得浑身躁热 等他们走到中途前 或不靠实在行动 真要抓他吗 他是联盟国的人 还是个领导 真失踪了 上面一定会找他 知道什么 他和上面早就意见不合了 年前的时候 听说在会上 公然搏了威廉的面子 威廉巴布的他早点死 威廉的名字 让贺卓同一所 前世他追查 纪廷羽死因时 百般阻挠的人 就是威廉 他是纪廷羽的顶头上司 在纪廷羽牺牲后 步步高升 逆谋间黄毛的胳膊 已经被揭好 气往更深的巷口腿去 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杰克 黄毛下意识转身 想要看轻叫他的人 可他只看到了一只手 一只缠着红色布条的大手 贺卓的手掌贴上铁管护来 猛的一撑 高大的身体疼痛而起 落地时长腿 直接砸上他的脖子 只听嘎巴一声脆响 杰克大脑一片空白 想要求救 可那只手再次出现 捂住了他的口鼻 贺卓成半跪姿势 膝盖碾压着他的咽喉 你是用这只手碰着他吗 大手攥着他的腕膀 残忍至极地拧过90度 再次把他掰断 他盯着杰克的眼睛问 伏击的人有多少 杰克惊恐地说不知道 那你没用了 下一秒贺卓一脚 把他踹晕了过去 然后从他身上搜出卡车钥匙 把他扔进停着的垃圾车里 并用手机拍了下来 随后贺卓走到驾驶室 敲了敲车窗 司机醒了个神 迷迷糊糊地向外看了一眼 垃圾装满了 你可以走了 大雪马上封山 司机笑着朝他挥了挥手 谢了哥们 贺卓看了一眼 凶极未知的远郎 他今晚必须要保住 寄停雨的双头和耳朵 歹徒发现黄毛不见之前 贺卓就拿走了 他们所有的枪支弹药 只留下几个燃烧品 塞进他们的卡车里 驱车扬长而去 车在风雪中开出数百米 一个甩尾紧急停下 贺卓开门下车 手里拿着一柄重型狙击枪 长腿一胯就轻松站上车头 他将枪头架在车底 枪柄抵着自己肩窝 双手持枪做出射击的姿势 然后歪头将眼睛对上瞄准机 贺卓通过这伙人的枪支 和战备物资量 猜到应该是流窗各地的战地猎人 他们心狠手辣杀人如马 专靠烧杀抢略为生 他绝不会让他们威胁到小鹏 贺卓冷军的侧帘紧贴着枪身 找到目标后 没有一丝泼泥带水的眼睛 瞄准 射击 冰凉的枪口 喷射出一傻不懂 子弹破风而出飞向远方 百米外的卡车群中火光爆起 赤红冲天 随着弹壳一个个弹出 他放在卡车上的燃烧瓶 被接二连三的引爆 歹徒的车无一性命 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车追上机 他起身收尽 在扑面而来的雪花中 合上冰蓝色的眼睛 雪势大到了阻碍开车的地 与刷漆被动得不能用 贺卓只能砸了玻璃 才能看清路 可这样一来 大雪直接逆着行驶的方向 往他脸上招呼 贺卓的双手被动得走 但他一分钟都不敢再耽误 刀疤男一伙现在回车 短时间追不上来 但车被烧失 他们一定已经 吞了伏击的人光声 而季廷宇的队伍赶回 基地至少要两个小时 且路线固定 如果贺卓不能在他们 被伏击前追上他们 那季廷宇的悲剧 依然无法改变 贺卓一拳砸在车上 他的心脏被一股 深深的无力的切割着 突然他猛打方向盘 改变方向 直冲上陡峭的雪山 大路已然追不上 只能超近路上雪山 贺卓什么都顾不上 他在心里默默祈祷 一定要赶上啊 追上了追上了 贺卓终于追上了季廷宇 不久前贺卓为了避免 季廷宇走上前世的悲剧之路 帮他扫清了基于他的歹徒 而他现在要抓紧时间 追上季廷宇 通知他们避开伏击 大路已然追不上 只能超近路上雪山 山上的雪不算后 但滑得要命 黄宗暴雪之中 这条路欺展无比 堪堪容难下两条轮胎并行 贺卓什么都顾不上 他不相信从来一次 老天爷会让他死在去救人的路上 他的人生信条 也从不是座椅待避 胸前挂着的小石头 在微微发烫 贺卓咬着牙关 开过一个又一个斗破 稳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好在很快 他终于追上了记者部的车 贺卓砌了车 毫不犹豫地顺着雪坡往下滑 五十米外记者部的人 看见都张大了嘴 卧槽卧槽 有人跳下来了 这哥们疯了吧 不要命了 沙漠清调侃道 什么是急成这样 老婆跟人跑了呀 孟凡接话问 他老婆谁呀 值得拿命去追 天仙啊 这个问题刚一出口 下一秒就看到那人 跑下雪山朝他们冲过来 撕裂的喉咙高声大喊 季廷雨 马上停车 车内安静了两秒 然后众人做恍然大物状 老大 他老婆是你 刚竖起猫耳 准备听热闹的季廷雨 一整个无语 我个屁 停车看看怎么回事 记者部的两辆大车停下 沙漠清在季廷雨之前下来 贺卓亮亮呛呛地朝他们扑过来 沙漠清看到他时 貌似把他当成了呆人 明显身形一顿 抬腿就要把人踹出去 季廷雨赶紧挡住他 小琪 怎么这么貌似 少年人沉着脸扭头走开了 季廷雨把贺卓扶起来 等人抬起头一看 是你 又看到他身上的伤 眉头灯湿皱起 怎么搞成这样 又被人抢了 贺卓一双大手攥着他的肩 深呼吸好几次才能说出话 季主任你听我说 这条路绝不能再走 前面有一伙战地猎人 等着附近里面 酒馆里那个黄毛 就是他们拍出来试探你的 季廷雨面色一寒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他带着一整队的人 必须小心谨慎 贺卓告诉季廷雨 他们的车被我烧了 现在火光应该还在 季廷雨当即吩咐 沙默青去看哪儿 沙默青拿着望远镜 跳上了车顶 酒馆方向果然 还有微弱的火光 贺卓姐下手上 缠着的布条 我解决了他们 其中一个人 这是那人的血 孟凡白着一张脸 哆哆嗦嗦嗦问 你说是他的血 就是他的血 你说车是你烧的 就是你烧的 如果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故意演戏 引我们镜炮怎么办 贺卓看都没看他 似乎早有预料一般 镇定地拿出 黄毛和垃圾的合照 大家本以为他会说 这下相信我了吧 之类的话 却不成想他看着 季廷雨一本正经文 就是这个人摸了 你的屁股对吗 季廷雨冷笑 怎么 要我谢谢你吗 心里吐槽你少给我装 你比他还想摸 贺卓却笑着说 不用 这是我应该做的 队员傻眼了 不知道这种 危机存亡的时候 他们俩人是在干嘛 调情吗 沙默轻搭了 这个脑袋 把自己的妖恋 救得乱七八糟 只有孟凡有一种 不能走吗 走二号线 然后让孟凡 联系基地超家伙防守 两辆车在风雪中 调转方向驶向山 贺卓边往快冒烟的 嗓子里灌水 边指着山坡上 自己那辆木马人 先把我的车炸了 那上面全是他们的武器 季廷雨立刻叫人去办 眼睛却一眨不眨 定在他身上 队员二话不说拿出武器 一炮轰了过去 顿时贺卓的车 就被炸得粉碎 在季廷雨出神的时候 一根带着 硝烟味的手指透过来 很轻很轻地 在他的眼尾点了一下 嗓音沙哑地说 记住人 不要一直盯着我看 我知道我现在很狼狈 贺卓像是累极了 整个人毫无支撑地 跟着车摇晃 摸他眼睛的手指 抬起一秒就又落下了 季廷雨没法在这种时候 还和他计较 他非常清楚一个人 要多拼命地感动 才会让那么好听的 嗓子哑成这样 他自己坐过去 用身体撑住贺卓 叮嘱他不要用口呼吸 不然你的嗓子会更烫 贺卓嘴角弯起 一抹很浅的笑 就在这时 季廷雨闻到 贺卓身上有硝烟味 你开过枪 你到底是什么人 痴情狼王为了 保护自己的小猫 为他扫清一切障碍 追上小猫后 却被小猫怀疑他涂抹布 小猫闻到 贺卓身上有硝烟味 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小猫鼻子 他答得就不像正经话 季廷雨翻了个白眼 心想这人又来了 你说你烧了他们的车 怎么做到的 燃烧瓶家中居 他只说了这几个字 别人听得一头雾水 季廷雨却瞬间眼前一亮 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同时 就在想 如果是自己该怎么做 贺卓的做法 居然和自己固谋而合 只不过夜间射击 又有风雪影响 难度非常高 如果不是专业人员 根本做不到 难道这人有射击经验 他想看看贺卓手上 有没有枪截 可刚低下头 贺卓的手 就已经送了上来 毫无保留地摊在他眼前 我确实开过几年枪 季廷雨愣在那了 他有一种错觉 眼前这个男人 好像能读懂他每一步行思 然后立刻给出回应 就像一起生活了 很多年的两个人 季廷雨莫名觉得安心 我们以前是不是真的认识 这个问题你问过一遍 那我问点没问过 季廷雨撑着座椅 缓缓低头倾向他 眼神里的笑意 不知何时已经脆散 患上破摄的压迫感 你为什么来找我 这才是贺卓 最值得怀疑的地方 既然知道 他们被称为战地猎人 等他开口 而贺卓垂下眼帘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这时候说 我是为了你这种话 会不会被小猫烫成神经病 一旦把人吓到起了反效果 会让季廷雨以后 都抵触他的靠近 贺卓选择折中回答 原因之一是 我的好兄弟被他们杀了 我要为他报仇顺便救你们 孟凡不解地晃晃耳朵 还有原因之二吗 贺卓顿了两秒 微微转头看向季廷雨 什么都不说 就只是看着他 季廷雨见他又在 拿那种眼神看自己 没来由的觉得急躁 头顶好痒 想把猫耳钻出来 孟凡揪起自己两只大耳朵 捂在季廷雨脸上 不给他看 什么呀 问你话你干什么 一直看着我们老大 我说你干嘛大费周章帮我们 你想要什么好处 他心想这个男人看起来好危险 我一定要保护好领导 贺卓看着季廷雨说 好处我自会在事情结束后 和季主任要 孟凡一脸果然让我猜中了的表情 你想要什么 你不必知道 贺卓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目光却穿过寒冷的空气 看向他放在季廷雨肩上的那只手 孟凡瞬间感觉手指被烫了一下 火烧火燎的缩回来 对方盯着自己手的眼神好可怕 为了缓解干大 他没话找话问 你 你那个好兄弟叫什么呀 或许我们以前见过他 季廷雨也看了过来 就见贺卓认真的想了两秒 他叫杰克 孟凡痛心疾首的 傲可怜的陌生人 杰克兄弟一路走好 贺卓恢复体力的速度惊人 很快就把他的血条打满了 但季廷雨这边却迟迟联络不上基地 始终没信号 十分钟的基地也没回应 信号塔被血压他了吗 不应该呀 年前不是刚修过吗 几乎失联的状态让他们感到不安 而每个人都清楚的是 战地猎人要的不仅是物资 他们还会杀了这里所有要法 然后把欧妹的带回去据为基友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司机报告 主任 一车要没有了 二车也是 最多再开两个小时 能联系上救援吗 众人的情绪被这句话带到冰点 不要自乱阵脚 季廷雨安抚他们 战地猎人拼的是火力 他们的武器都被炸了 路也没我们输 优势明显在我们这边 但他说这话自己心里都没底 如果只有他和沙默青两个人 那遇上谁都不怕 但他还带着七个战斗力约等于零的队员 无论如何他都要把这七个人平安带回去 他心里乱得厉害 低头把脸埋进手心 现在该怎么办 孤注一掷吗 肩膀被人碰了一下 对方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手机贴在他耳边给他听录音 然后刀疤男的声音就流进耳朵 别人可以不管 季廷雨必须到手 贺卓夫在他耳边说 他们的目标是你 你什么意思 兵分两路 绑在一起 你的队员们会因你受难 你也会因为要护着他们而受伤 相反让歹徒明确知道你们兵分两路 他们一定会来追你 放过你的队员 你怎么知道歹徒不会分两路去追 他们又不傻 我已经消掉了他们一半人 短时间内哪还有多出来的去分两路 季廷雨心口一正 你早就计划好了 还是凑巧烧了车 等等 他突然想到什么 嘴唇颤了颤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录音拿出来 比起带写的布条和照片 明显这才是最快且有力的自证方法 可他却最后拿出来 因为你的队员不会让你走 贺卓看着他的眼睛道 他们虽然战力若但对你很忠诚 不会让你为了他们做诱饵 你在听到歹徒密谋的那一刻 就想到了这一步对吗 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准备 最后才拿出录音纸放给自己听 因为他知道即便是绕路 也一定会有一场恶战 到底是多缜密的心思 才能在几秒钟里铺设好这一切 季廷雨忽然觉得他很可怕 你让我觉得你有更大的阴谋 贺卓唇角一将愣住了 他垂下眼看着自己手上的伤 神情仿佛很哀伤 不惜让我在雪山上提心吊胆 开了15分钟的阴谋吗 知道吗 我有七次差点冲下山 而他每一次想的都是如果自己死了 季廷雨这辈子要怎么办 他绝对不能让灾难重演 季廷雨的神情像一只自责的小猫 垂着头左右为难 对不起 我是说我们今天才认识 而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怎么相信你 贺卓不忍心他这样 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 钻在手心地过去 季廷雨一过眼 看到他手心摊开 里面躺着半根烟蒂 正是他从自己手里拿走的那根 原本剩下二分之一的烟 现在已经变成了三分之一那样短 是被谁吸得不言而喻 而贺卓低下头凑到他面前 自下而上轻轻地望着他 那双冰蓝色毛子里盛着的东西 已经再清楚不过 足以解释他今晚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说我的阴谋 只是为了保护一个人呢